大家好, 手摸李文区乐部 今次为大家介绍 芝麻香白酒教七种蒸馏技巧 今次的题材是在上年11月9日 发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网站的题材 建立了这个内容是怎样来的呢? 在比较久一点的时间之前 我完成了一个叫韩非子君主专政去旅行的文章题材 在里面一些蛛丝马迹就发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内容 我再用一个叫做饮食文化的观点去看看 有关于韩非子有关中国旅行的题材里面 那个历史资料里面就发现了 原来就是说有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就是 发家自觉霸道之术 第一件事就是要些什么呢? 就是要些什么呢? 首要就是代客之道, 皆咬美酒 在酒的文化里面就和中国有一个很重大的关联 在中国的政治就联系到喝酒的文化 就令到让酒变得非常有趣 去到一个宋国的时候 有一个卖酒 他让酒是让得非常之好 他就斟酒给客人的时候 就一定会斟到最满的 令到那个喝酒的时候 那个客人也都喝到一个很方向蜂蜂的酒 他代客之道也是非常之恩勤 他那个档口就是说 可以看到了 这里就很多他的客人 因为他很喜欢经常喝酒的 他那个酒商 他经常性每天都在 他漸漸出了名 他也有挂了一枚很高的旗翅 他就放在这里说自己是要养酒的 但是因为那些客人很多 很多的瘀酒 经常在那里堵乱的人 就经常围着他帮他喝酒 在这个情况下 他有一天 他就有一只宠物 有一只狗在旁边 这样的情况下 引伸得出 典故出自在春秋战国末期 韩非子爱处雪佑上的这个 卖走一个很显钱的故事 来引伸出来自觉之道 一个很高深的用恶犬 来恶狗 来比喻伤害那些忠臣 一些阻止一些奸臣 来和君主表达对于政制的意见 那些奸臣 挟持君主 令到他不能听到一些自觉良策 和亲近一些忠臣 来令到国家昌盛 所以就有清君质除恶狗 狗猛酒孙 这个很深刻很传统的中国的道理出来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酒类在人类里面 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祭酒历史源远流场 它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酒 就享誉中外 在最古老的黄酒 就在三千年前里面 就在双周时代里面出现 就在中国人就独创一个叫做 酒谷福色发酵法 在开始的时候 就大量扬制这个黄酒 直到去到蒸馏法出现的时候 白酒就成为了中国主要的饮品之一 这个酒的滲透了整个中国文化里面 很深厚的渊源 有很多的中国文学 艺术文化娱乐 或者那些烹饪 和养生各方面不同层面 都占了在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里面的酒文化里面 有一个很叫做 中国酒卓术里面的一种叫做 叫做劝酒 淤酒这种很丑陋的文化 它这种种淋淋种种的事情 就组合成 叫做中国酒卓文化 一种很畸形很特别的 一种叫做漏杂 好了 那些的蒸馏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它就说 就是说 有一种 那些酒就放了一些的芝麻 在里面 来到令到釀酒的时候 你喝酒的时候 是有一种淡淡的芝麻香 在那个白酒里面 令到它的酒体就比较丰满 而且那个成份 也都是能够保留在你的口腔里面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在白酒的主要成份 它里面是怎样的呢 酒精和水的比例 是占98-99% 那么决定了 白酒的风格 和它的微量元素 是占了1-2% 它里面的呈现 的有机发酵物 在这个四川大学 陈奕音教授 它的白酒成份 它就建立了色谱的骨架 来协调各方面的很复杂的成份 令到它里面的物质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令到大家 免费分享出来 令到大家可以 根据这些资讯 你可以样制自己风格的白酒 它的公式是怎样的呢 白酒调色 那个公式 我放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这条 画面 现在看到这个公式 就是说 那个教授 它建立出来的 它就用了 一个叫色谱仪的仪器 它里面就是说 用这条公式 来取养 来取白酒 然后它会放一些试剂 那些试剂的成份 就会看到 刚刚显示出来 这三种的成份 它里面就是说 用了2ml 放在试剂 然后放在100ml 的瓶里 然后取养 并且把酒放进去 它就分为 面层 中层 中下层 和底层的酒租 这样分 每2分钟就取养 它在层与层中间 它那里 为了防止一些 叫做突发性 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那部分 它都会取养 它分了不同级数 来进行一些数据分析 那这个数据分析 到底是怎样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我都将这些 资料 在那时候 都放在文章里面 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到下面的超连结 来看看 去到检测 酒成份的技巧 都放在一起 好了 芝麻香营 它的酒含有很丰富的成份 在中国的釀酒厂 它的一般技术 都可以检测得到 有58种成份 分别 在纯类的发合物 有15种 另外有一些叫酸类的发合物 有9种 有一种叫酯类的发合物 有19种 还有其他一些数据 你可以去参考 其中里面的芝麻白酒 里面也有分别的品种 你可以去到品尝 这个网集 它介绍了很详细 非常详细的资料 教大家 如何去釀酒 以及如何去设计自己白酒的风格 它也是免费很大量的资料来设计 好了 当你建立了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你想在中国市场里面发售 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网站也放了一些很大量的法律文件 可以教你如何在中国里面 来到注册登记自己的白酒的产品 那个版权 它会教你如何做法 如何去拿 以及你在中国买酒 有什么要注意 它也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去教你如何做 好了 现在就假设你 就是完成了 那个产品注册登记 好了 那接着如何做呢 那你就可以有资格 就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国白酒竞技赛 这样的 这样就举办 那它官方的网站 上年11月我发布文章 那个时间为止 那官方网站里面知道 就说 已经进行了三届的中国白酒竞技赛 是非常之业界里面 一个很拥有很热门的一个活动 当然了 因为这个题材 今次这个叫做 芝麻香白酒教七种蒸馏技巧 这个是由我之前的 韩非子君主专政去旅行 这个演变出来的 所以相关内容都放在一起 有兴趣可以提到 有关的资讯 今次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也非常推荐这个网站 好 多谢各位 拜拜